一名热情如火的大叔 当皆在树丛下与女伴亲 因为私家车暗号雾名而发现自己的夜夜行为 被人拍摄 立即发火 怀疑随手拿起地上的砖块 报社是私家车挡风玻璃 网民虽然同情大叔被拍 但普遍认为不应动武 也有人声讨偷拍行为 不得 网上近日流传的短片 拍摄时间及地点位 但见背景为大马路旁边一条僻静小路 开始时 到大叔向完毕东班 在树丛下怀疑与女伴亲热 然私家车暗号雾名 在温柔相惊醒的大叔府一头 竟然发现自己的懒女夜夜行为 正被私家车的人事偷拍 同一时间 白衣女伴扫兴的扭扭屁 掉头便走 好事惨遭撞破 大叔当场无名火起三 让火遮掩的随手拾起地上砖块 怒气冲冲边行 指骂呆的走进私家车时 急仰手重锤出击 抛出 快砸向私家车大荧幕 挡风玻璃随即猎出蜘蛛 痕 此时大叔怒气未消 拿着另一砖块走向车门 企图开启短片完结时 见到大叔在左边车窗外 已准备载砖块 为之后事如何 由于大叔凶神 杀 圣鹿下出击的表现 看得网民手心冒汗 有网 紧张反问私家车 为什么要按喇叭 并只按喇叭 代价 挡风玻璃一块 人家在露青热关你屁事 莫 是你老婆出轨 坏人好事该砸 另有人责任为大 不应动粗 甚至赌气的指撞下去就对了 只要说 道采错 网络有影片热传 有港女在望角广东道 单位BBQ 经见对面堂楼有一名男子对窗自读 港女 便不惊 兴奋品评 OK 更将自读情况当作背景字 流传影片约长12秒 从影片看到事发地点在望角 东道的宜恋住宅 但未知拍摄时间 开头看到一 女子在住宅阳台BBQ 未及有人发现对面堂楼有男 脱裤站进窗边自读 镜头即一致拍摄该位自读 男子不雅行为及时引起议论 影片听到有女子出笑声 其后有女子表示 差无多了 差无多就要了 另有女子表示 每日都做 跟街有女子大声笑 OK 跟随笑声 影片与此结束 从流出的相片看到 女子更以男子自读时画面做背景 进行自拍 网 纷纷纷要求报警跟进 又对于一般女子反应议论 分 真正处便不惊 地同搞开兜戏 报警 有变态老 变态 本港活春宫 各案屡见不先 去年 2021年 11月 一对 女于左蹲迷蹲到闹服一间酒店房内 一亲热时 拉窗帘 遭街上图人目并拍下影片 影片随即 到疯传 今年 2022年 5月 一对男女在监东一间五星级店的窗边望我交欢之际 一遭高层住客偷拍 更片段在网上流传 今年6月 启得一个乌院有男女 天化日下于露台缠绵 警方其后拘捕涉案男女 脚 今年7月 一对男女在被搅某酒店的露天玉池交欢 过程被楼上住客拍摄后上传至多个网络 组 今年10月 一对男女光天化日下于东永逸公园 染口交 警方其后拘捕一名36岁姓江本地男子 涉破坏公众体统 破坏公众体统罪最高刑罚违建 7年 根据刑事罪行条例200章148条在公众地方的伪行为 任何人无合法权限或合理辩解下 在公众方或公众可见的情况下 猥亵暴露其身体任何分即属犯罪 罪程可罚款2000元即兼近6个月 至于发影片则可能干犯银械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21条 的发布银械物品 罪程可处罚100万 即兼近3年 星岛头条APP 今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缆更精彩内容 先准备